大家好,我是阿光 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茄子和干豆 但是在家里面总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具体是怎样做的吧 准备刚从菜地里面摘回来的干豆茄子 全部放在大盆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没过食材的清水 下手把茄子清洗一下 自己家种的虽然没有打农药 但是在生长的时候小昆虫爬过 但是难免有细菌和灰尘 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所以我们用淡盐水清洗 吃着也非常的放心 全部像我视频中这样清洗干净 现在是干豆和茄子大量上市的时候 也是最好吃的时候 全部清洗干净之后捞出来 放在一旁控水备用 下面我们准备一些配菜 去皮的大蒜子切成小丁 大蒜我们可以稍微多准备一些 全部切好放小碗中 准备几只小米椒切成小圈 不喜欢吃辣的就不用放 小米椒可以增加辣味和搭配颜色 全部切好放小碗中备用 干豆腐不要切得太长 因为今天我们这种做法 不油炸也不焯水 所以切成一公分左右长的段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容易成熟 也方便入味 全部切成我视频中 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之后 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碗中备用 然后往碗中加入清水 防止氧化变黑 接着把茄子的根部去掉 根部肉质比较硬 放在一起炒会影响口感 我们再把茄子改下刀 把茄子切成一公分的厚片 然后再把茄子切成一公分的长条 再切成一公分的方块 茄子皮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去掉了 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的小方块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放在一个大碗里面备用 往大碗中加入半勺食盐 再加入少许白醋 下手抓拌均匀 我们稍微的多抓拌一会儿 十每块茄子都裹上食盐和白醋 这一步的目的也是防止氧化变黑 拌匀之后放在一旁腌制十分钟 十分钟后腌制出了很多的水分 接着用手把水分拧干 我们尽量的拧干一些 全部拧干放在另一个大碗里面 然后加入一勺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 然后用手抓拌均匀 这里淀粉也不要加得太多 茄子只需裹上薄薄的淀粉就可以了 不然炒出来黏糊糊的会影响口感 抓拌均匀之后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把干豆里面的水分沥干 准备一口锅加入食用油 下入切好的蒜片 小火煸炒炒出蒜香味 再下入沥干水分的干豆 大火爆炒把干豆里面的水分炒干 一定要开大火 不然干豆很容易出水 大火翻炒20秒左右 干豆差不多也有五成熟了 我们再加入少许的食盐 一勺生抽调味 再次翻炒几下炒至调料化开 然后再加入切好的小米辣 再把茄子也倒在锅里面 再次翻炒一分钟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 就麻烦点个赞再走呗 你们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最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茄子我们一定要多炒一会儿 这样更加入味好吃 翻炒一分钟之后 一道美味又下饭的干豆茄子 就这样完成了 盛在盘中美味集成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 试试吧 这样做的茄子干豆 没有添加别的调味料 原汁原味非常的下饭 最主要在家自己做干净又卫生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 分享食用的家常菜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关注我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今天的视频